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二十二课的练习 好 我们说这个贵族的演员的扮演者 他常常兼职要怎么样呢 这封信必须是全文解除 好 我们说A选项 on is being written at 这是正确答案 insist后面跟借词搭配 我们必须是要加on 你可以说insist on something or insisting on doing something 或者在insist后面加上that引导的并语从句 或者你还可以用这个结构叫做insis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那么这四个表达形式都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说A选项 insist on is being written at 是正确选项 他用了这个insist和接词on这样的一个搭配 所以后面必须要用到动名词 而B跟C呢 我们发现他们的语态和结构 都是有错误的 这个W本身 你比如说C选项 insist to 这是错误的 必须是insis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才可以 而B选项呢 on writing it out 他没有用被动是错误的 而D选项呢 则是主要原因 用了一个have to have to强调的是不得不做谋事 它的含义语文中不符 所以呢 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OK Have you got it? OK number 8 好 接下来看看第八题 What remember a word of the letter? So he replied 好 这道题的选项里面 我们发现到处都是什么neither 或者是nor or either OK 那我们知道这个neither和nor之一句首 其后句子呢 要倒庄与序 要用倒庄与序 而either用于否定结构的句子当中 是要用于句尾的 而also和to是不可以用在否定句里面的 所以说只有A选项 but neither could the jail remember 是正确选项 OK number 11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十一题 then what about him he said 其实呢 我们在这个选项里面呢 只是需要表示这个 眼睛看的一个动作而已 我们就看到了B选项 peering 那么B选项啊 就是指 为看清楚而眯着眼睛 就是peering 那么原文用的是sequent right sequent就是指 为了能看得清楚 眯着眼睛去看 好 A选项searching是探究的去看 C呢 blinking意思是眨着眼看 而D staring是指啊 目不转近的盯着看 都是错误的 所以啊 这道题的正确选项就是 B peering OK那么接下来呢 赶快来请大家看看 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 补充练习 supplementary exercise neither his parents nor he at home now 好了 这道题呢 实际上是让我们选择一个 谓语动词 嗯 也不外乎就是选择一下 谓语动词 它的正确的人称的搭配而已 剧中主语啊 用or nor 或者是either or or neither nor not only but 连接时啊 谓语呢 要与相连的主语一致 那么在这个表达当中呢 谓语是和 nor后面的he相连的 所以我们要用单数形式 is 我们说正确选项是b is 谓语 谓语